你不知道我们背着后面都快炸了 我想问这是谁的歌曲 王力宏的《大成小爱》 但是你唱的真的是精韵大鼓 我觉得真的很好 很容易没记住 我们担心所有的歌都变成精韵大鼓了 就只有一个风格 那个也是很危险 赛后 导师们经过激烈讨论 最终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再次登上舞台进入复活 我依然选择了坚持我的唱法 我的风格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就是我 王茂 加油 王茂 加油 王茂 加油 你的泪光 柔弱中的笑 这好像是那个 是谁在隔楼上冰冷的绝望 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 梦在远方画成一缕香 绝对什么歌 太有意思了这个人 我这个歌 我看着你的笑容 我看着你的笑容 我看着你 工作人员 也很高 你很高 我看着你 有声音 radio 除了我孤单在湖面 成鸭马成了霜 他真的 他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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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了 句话在满地上 你的笑如一泛黄 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紧紧藏 被风乱也白痒 你的影子剪不断 逐留我孤单在湖面 成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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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不得了啊 我记得之前你唱的是 唱的大张小爱 对对 然后你完全的改了 那我说这是什么歌 今天你听出来是谁的歌了吗 谁的歌啊 但是我的歌 是你的 前奏下了 我就知道是我的歌了 来 我们再让大家了解你一下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四位老师好 我叫张阳 今年37岁 来自新西兰的奥克兰 但我觉得你断了身之后 我觉得他怕乱了方寸了 有一点有点 没关系 重新来过我还是会选你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你带给大家欢乐 而且听我说啊 好声音有两种人 一种是唱歌让人家感动的 你当然不是属于这种 你是属于 让我印象深刻的 对 谢谢 这个很重要 欢迎来到我的战队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的改编呢 大概三年以前吧 什么动机 就是在手机一个K歌软件上 我当时特别喜欢民俗音乐 就试着尝试下把民俗音乐 跟流行啊 跟摇滚啊 甚至跟Jazz 跟Blues 都结合一下看看 有什么味道 反应如何 然后就发的上去 结果没想到 就有很多粉丝 然后越来越多 粉丝就变成你的动力了 当然我自己 确实也很喜欢民俗的音乐 这个很重要 对 不要是为了 观众喜欢 那我没感觉 对 自己喜欢 这个很重要 对 你为什么要来这个舞台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 这辈子没做音乐 是我的一个真的是遗憾 我上大学 就特别想考音乐院校 就被家里给摁了 然后后来就没机会 再也没机会做音乐了 接下来这几个月 你可能要先暂停一下进出口贸易 哈哈哈 那个 就要在杰伦的战队里面 你的遗憾 就在这儿终止了 相信我 好不好 因为你也没有别的选 哈哈哈 哈哈哈 恭喜你 耶 好 我喜欢一范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好啦 Fill 够了 够了 够了